接著我們來看 剛剛的那種方式是比較怎麼樣 就是比較隨性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在做CAMBA的設計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掌握一下這個原則 先整體後各比 其實跟我們用PowerPoint 其他的那些工具老實講都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我的範本 你會先選好 像我們剛剛這樣範本先選好 可是呢 其實除了選擇範本以外 我們通常還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這兩個 它明顯的範本來自不同的地方 那麼我的 這種文字的樣式有沒有都不一樣 你如果要一個一個改 其實是比較辛苦 所以呢我們可以多做一件事情 除了你會找範本 請大家還要多做一件事情 來你往這邊 有一個叫顯示更多對不對 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一個叫做樣式 就是這個 像調色盤那個 按下去 在這裡呢 我們不是找品牌工具 我找顏色 你看 我們 簡報其實 應該說設計啦 第一件事情 其實應該先決定好 你要的風格以外 顏色是不是很重要 因為你要用哪些主要的顏色 你有沒有感覺我點下去就變了 有沒有變化出很多不同的色系 因為要你自己調 你會告訴別人說那是設計師的事 可是他已經幫你提供了很多的色系 這樣要改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 你還可以找看看自己喜歡的 那如果真的沒有 當然你可以自己設計 這個OK的 但是至少他提供給你的 不會是 就太差的 那如果你後面要同色系的 師傅就可以一樣來這邊套用同樣色系的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 整體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相反的 一樣的在這邊 也有自己的字型 有沒有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確定 你手邊有自己購買的字型 或者是確認 這個是 沒有版權問題的字型 你就直接把它傳上去就好 那這個功能 也是屬於付費版才有 它叫做 品牌工具組 所以這個是 您如果之前有用 但是還沒有 升級成教育版 可能就不會用到 這樣的一個工具 顏色就沒差了 顏色是本來就有 顏色這一塊本來就有 這樣OK嗎 這是第一個 那麼你掌握了 這個原則之後 後面就比較簡單 那你看你可以直接用 像我們剛剛找範本 你都可以用關鍵字直接去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比如說剛剛老師有用那個招生 它是小冊子 那 你就可以去找那些 印刷的那些冊子的範本 這樣你就比較不用擔心 我做好的尺寸 拿到印刷場那邊 他說不行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好 然後 這裡 一樣的 那我們在這邊選擇類型的時候 其實老師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Canva裡面 事實上它有兩種編輯模式 一種就是剛剛大家所看到的 有沒有像我們一般做PowerPoint一樣 那我們剛剛講過啊 Canva可不可以剪輯影片 可以的 來 我找一個 這裡 你看喔 如果告訴他我已經開中名義 我要做影片喔 按下去 點下去 你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 下面這裡好像長得不一樣 沒有感覺 好來 畫面抓起來 來跟這邊做比較 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影片剪接的 跟PowerPoint的這種 簡報式的 會有一點不同 但是基本的功能是一樣的 只是呢 我們的影片就在這邊直接做剪輯而已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你看 這個我拿掉 我找影片 你有沒有感覺 因為我跟他講 我要做影片 你看他給我的範本 有沒有都是影片的 所以他不會拿 那個 簡報的給你 你就點下去 好影片進來了 這裡 有五秒鐘 對不對 啊我不要那麼長 有沒有直接就縮短 就在這邊做剪輯就好了 自己決定 所以你的 影片 還要更長一點 就是 但是這要看情形 因為有的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所以 這個是 我們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 Camera的範本 其實有兩種編輯模式 第二個就是他的大小尺寸 大小尺寸 那我們剛剛講過啊 其實你在 選擇範本的時候 實際上就已經怎麼樣 決定好 他的尺寸 比如說你今天做的是 影片 那你是做行動的 跟做給YouTube的 可能尺寸就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改 你覺得 影片尺寸 簡報尺寸 可不可以修改 教運版可以 所以如果你以前 用的是一般 賬號的 其實這尺寸就是固定的 你沒有辦法改 但是我們教育版是可以的 來我們看一下 影片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調整尺寸 按下去 好 有沒有 那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到 我針對 Facebook的 我針對 IG的 有沒有影片大小都不一樣 你省下了很多 就是去探索那個 影片尺寸的 時間 那我只要把他按下去 套用 他就自動幫你 把他設計成 跟他一樣大 這樣子就不用擔心 你做出來的 怎麼拿過去 不能用的 OK 所以這個 都跟整體有關係的 你看 選版本 調 顏色 對不對 他的色系 調尺寸 這些都可以 那 色彩我們剛剛講過的 好 我們往下走 再來你就是個別調整 個別調整就比較簡單 對不對 你點到哪一個 增加進去 直接怎麼樣 不同的範本就是 Ctrl加C Ctrl加V 貼進去就好 因為有些時候 你看到這個範本 你喜歡 可是你可能只是喜歡其中一個 對不對 我就從那邊Copy過去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找圖庫 反正他的內容絕對是從他圖庫裡面來的 因為他的 圖庫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有沒有 這個 剛剛有看過的 那我剛剛的 裡面呢 還有一個還沒講到就是 你編輯影像呢 他還有很多 就是 他自己本身增加了 或其他廠商增加的功能 那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你看我點到我們這裡 好 編輯影像 你看你往下走 我們剛剛只不過用了 背景移除 可是下面還有很多工具 有沒有發現 照片的調整 還有這些 今天如果我只想要 套一個 來我把 這個分離一下 如果你套用邊框 遮罩的功能不要了 按右鍵 有一個中段影像連結 有沒有打回原型 所以不要每次都刪掉再來 好嗎 按右鍵中段就好 那我想要針對這一張 那麼我點到影像 你看 他不只是 有他的服務 他還跟 很多其他的 這些 外面的雲端服務做結合 像這個就是 外面的雲端服務 把它按一下 好 這裡有很多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螢幕上 點一下 我們的照片 就自然放到螢幕上面去了 發生問題 好 按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放進去了 哪有人家還要會影像處理團體的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那這個只是 他跟 其中一個雲端服務 你在往下走 還有 比如說你想要一些邊框 這個也是 這個開發的人 也是他們自己 你就按使用 所以 看你要什麼功能 我想要 套在這個 裡面 按下去 有沒有就我就進去了 其實也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遮罩概念一樣 那我們往下走 還有很多其他的 像素化 模糊化一些 比較特殊的效果 你都可以增加 像這個是馬賽克的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不是他自己做的 有沒有跟別人服務 做結合了 我要 就按下去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 啟動很多的效果 像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亥克任務的效果 那你就看到那樣的一個 一個 影像的處理成果 所以 有興趣的 你再去看一看 反正 有這麼多工具 真的不要客氣 他絕對不是只有 你所想的那樣子 那剛剛動畫我們就講過了 我就不用講了 那麼 影片的編輯 我們剛好提過 有另外一個模式 但是如果 你在簡報裡面 請問有沒有影片編輯的功能 也有 不見得一定要開這種 影片才能夠編輯影片 來我們來試一下 我把這張先縮小 找一個 元素裡面的 影片拿進來 好 來各位 我們這一段影片 是夾在這段頭 這個頭影片裡面 那我要剪接他怎麼辦 因為他又不是影片剪接的模式啊 請你不要看下面 看上面 有沒有看到剪刀在上面 所以 給他按下去 有沒有可以剪 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只是位置不一樣而已嘛 那這樣就搞定了 就可以了 所以 你可以自己調大小 然後調整他的這個位置 就是那個剪接的一個尺寸 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幾個 部分呢 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麼如果呢 您的 簡報做好了 我就要把它怎麼樣 是不是要公開了 那公開的話 您可以在這邊 這邊喔 在這裡 您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分享 你可以選擇 像我今天給各位的簡報一樣 可不可以放在雲端 可以 那你也可以下載一下 所以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是很單純的分享 就把按下去 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 我要不要讓人家編輯 還是只是讓人家 檢視就好 一般我們大部分都是讓人家檢視比較多 那你就會取得一個 專屬的連結 有沒有 複製連結 這樣別人就能夠看了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您看這裡有沒有一個下載的功能 雖然我們現在做的是簡報 各位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影片 雖然我只有兩個 兩個頁面對不對 好 我們看一下 按下載 你看這邊 下載裡面有沒有很多格式可以選擇 有沒有MP4 所以你知道 很討厭了吧 做簡報連影片順便做好 那你要錄音也可以呀 就是老師自己講解你的簡報內容 我們也有錄音的功能 只是還沒有講 像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MP4 然後就可以下載 你還可以選擇你要下載是哪一個頁面 所以呢 如果你 只要變單張的 我就是變PMG 那你去選擇你要變哪一個 有沒有 你要哪一頁下載 那有些老師一定會說 可不可以 變成PowerPoint 真的有耶 在哪裡 在這裡 因為他不太希望你用 所以放點點點 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查看全部 又點點點 他就是不太希望你用 這樣有沒有找到了 當然不可否認就是 有一些可能特殊的 比如說影片 或者是圖 應該說文字 可能會變成圖片 那這個你就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老師你覺得 我就是不要用雲端的 我就做好了 把它下載下來 那也可以 只是可能有些 效果 或者動畫 就沒辦法 會留著 所以如果你的完整性要最高的 當然還是留在雲端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 透過這裡 先展示一下簡報 來 我們試看看 我們剛剛的 這個 上一頁 這是第二頁 你看 這是第一頁 對不對 好 第一頁 再來我們往下 你有沒有感覺這都跟 我們用PowerPoint一模一樣 對呀 而且影片就這樣放進去就好了 它就出現在上面 好那你要離開一樣的按鍵盤上的ESC就可以囉 好 那這樣 老師有沒有對這個部分先整體後個別 稍微有個概念 OK 好 好